我們講的訊息最好是一個狹窄的一點 有一個原因 因為人的注意力有限 如果聽完之後 改變了一件事已經非常好 所以我們能夠將那件事集中 例如說傳呼音 可能聽過很多次 但聽完之後 可能人們都沒有傳呼音 而其實傳呼音的困難在哪裏呢? 其實有幾個不同的 我們可以說什麼呢? 衝破人的懼怕 或者衝破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怎樣走到一個人的那裏去衝破 或者是連率 所以我很想去向他傳呼音 當你說完 譬如說衝破懼怕 人們可能聽完之後 我也是有懼怕 我只是要嘗試放膽 那你又指示他怎樣做 然後這個星期你試一下 你就祈禱求神幫你 這步驟了 我知道我懼怕 我知道我想害這個人的傳呼音 我就祈禱神幫助我 一直為這個人祈禱 讓我衝破那種懼怕 當時我又有懼怕 神幫我放下這個懼怕 聽完之後 他就說是呀 我懼怕 我記得會去做 有時候人是想自己多一點的 基督徒也是 基督徒很多時候怎樣 我來到教堂 我想人安慰我幫我 祝福我提升我 要去幫人 就算很簡單 幫人來的教友 很多人來說是很難做的 為什麼呢 要去幫他 要付出時間 為什麼要幫他又未必接受我 就是這種莫不關心 所以傳呼音樂都可以說 這個莫不關心 就是覺得另一個人 他這麼壞 他應該落地獄 我們對於他的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 為什麼由他的落地獄 跟我拉上關係 我真的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痛苦 這樣的時候 人是更加深刻的 比如說提升靈命 也有很多天道是提升靈命的 但是越是說到一些人心中實際的問題 到底什麼阻礙人提升靈命呢 有很多方面 懶惰 人生沒有目的 人隨意 其中一個是隨意 聖經也有說到隨意 就是他們任意以行 人很多時候都任意以行 所以結果他無法發揮 我們可以由不同的角度 例如帶領人信主那種滿足感 或者有神的心 有時你可以將一些點 有些要點合併 但是最好就是很清晰 其中一點人就會更加 會更加記得那篇道 記得能夠走出來 而你就是發揮那樣東西了 例如說莫不關心 我會用回《法行神聖情講道法》 那幾個其中的 用一些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是什麼呢 事不達軌 己不離身 你不關我事 我不去做 是的 例如有沒有人試過 你很困難 你想找人幫你 我當然沒有空 我今天要去買東西 我要去哪裡 或者他 即是沒有興趣 這是一個隱言 當我們不在困難 我們就沒有這種感覺 但我們有困難 想人幫忙的時候 那個人的回應 可以令我們很大失望 就是原來這個人 完全沒有感覺我的需要 我的困難他沒有感覺 或者你有病 跟你一起住那個人 你的家人 你告訴他有病 他都忘記了 我們發現人對我們不關心 然後我們反過來 到底我們對人不關心 我們看到周圍的教友 是不是每個人都清得得救 未必的 是不是每個人都愛主 未必的 但是很多人不理 回到教堂都連 假設他們都能聽到 當然是每個人都很好 但其實很多人有很多痛苦 很多困難 但是很多事人不會理 然後說到神如何理人 神真是他去關心人 因為以色列人經常不聽話 就是拒絕神很多次很多次 但是神不是想到我的感覺 他是想到以色列人這樣拒絕我 他依然好像沒有雞 招罪小雞 想招罪他的 他的心依然是去關心他們 就是神那種關愛我們 我們自己都很多次拒絕神 但是神沒有計較 他依然是繼續感動我們 這是神的恩典 我們怎樣 亦都可以有神的律法 就是神吩咐我們要愛人 有一個人 這個負責人 就是他怎樣幫助一個人受傷 那個人跟他無關 但他可以看到他有蓮蕭的心 可以感受到別人 然後我們如何有這種蓮蕭的心 這樣方法就是 但是,我們關心這麼多人,聽到他們的情況,我們就會看到人們很傷痛,很多困難 我們又看聖經這麼多,感受到神的憐憫,就會說,其實這些人生活得很慘,很多困難 而又看得到聖經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幫到人 於是,當一個人這樣處理的時候,他慢慢的練習心加強 這樣也可以開始實際上去幫助一些人,幫完發覺,咦,他有幫助 有信心,另一個問題同時,除了這個沒有信心,是沒有信心,我幫不到他的 發覺幫到,人又滿足了多些,動力更大,然後越做越好,動力越來越強 有時候,人就是這樣的,起初沒有興趣,但是越做,當然有神的同在,越親近神的時候,越處理到 就是說,我們自己也看回我們的過程,然後說的訊息的時候,人們聽到就會實際能夠走出來 音樂